外町港水环境改善的家位是市府水利局 甚至基礎建设的项目之一 其中公共十八十三到公共十八十五的 清水公团串的工程 在到市府公共工程有这种 水利工程里第二级的家族 替外町港的观光地市又贴一项的认证 我们在工程的施舍当中 我们自立在工程跟生态环境去取得一个平衡 我们不因为工程的目的去做对环境过多的破坏 反而是我们刻意地保留了很多柔性的工法 那么这柔性的工法除了让河岸看起来 做了最低度的开发 用绿色的那个纸批来搭配 那整个河岸看起来就非常的绿意暗 检测区长有感觉兵说 这个家位的总经费是六千七百多万 共十八十三到十八十五差不多有十千三百万 真感谢中央和市府的经费補助 整个几个时间对外町港周边的空间进行多化 共十八十三新设的自行车降丘 跟准央的报道串连 共十八十五是从原本的生意六丘改建 从人们的水来打通 完整后由到区公所办理票三丘名外町 最后定名合作国外丘 我右手边这个谷叶桥是我们原水气功所公开征求上网的 包括桥名 桥名叫做谷叶桥 这个谷叶桥就是 这个命名就是谷叶造金城 尤其它打通 打通这个桥面 可以让那个水可以流通 我非常地感谢我们市政府 水里桥表示 这次的谷叶桥 将外町港和减水固定的元素加入设计 由几个开始就邀请 电影基勒文书团体和在地基民 共同参户讨论 正合各方的意见 经过五百十二天的合作 在今年三月三十一万港 周边的其他行务也都如期如一来万港 未来将会提供给基民 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南车新闻 翁一带 喝減民 减水 采放报道